字幕提供 對我姐妹很快開始今天的分享 在開始之前請幫我們做幾件事 這是一個很好傳符音的方法 首先先幫我們按讚 然後幫我們訂閱 而且把它分享出去 這樣很多人就會看見這個很棒的講道 對不對?還有就是幫我們打開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最新的影片你就會最快看到 還有如果你覺得我們講話講太快 請再設定這個地方 把它變慢 它有一個地方可以調速度 調慢我們講話就會變慢 如果你覺得太長你就把它調扣 我們講話就會變快 無論如何願上帝祝福你 事實上神現在在用羅馬帝國的政治勢力 來保護保羅 好 屬於現在23章23節請念 千夫長便叫了兩個百夫長來 說預備步兵200 馬兵70 長槍手200 今夜駭出往凱撒利亞去 當然我們節省了非常多的情節 不然我們就講不完了 所以呢當保羅開始悔改之後神開始動用大量的資源來保護他的生命 有人想要謀殺保羅 但是千夫長知道了派了470個兵力加兩個百夫長晚上9點鐘要專程送他去凱撒利亞 他們在耶路撒冷凱撒利亞是北方的一個港 可是你知道羅馬帝國的皇帝是非常的暴虐的 而且羅馬帝國他們很多的政治上的東西他們事實上常常殺很多人 屠殺很多外族有看一些電影嘛 OK 沒關係 反正其實是你知道那尼路王之後尼路王是把很多基督徒 你們知道基督徒路燈的故事嗎 他們把基督徒在路上就是用十字架架起來然後把他們綁住或是盯住 然後燒他們的身體當路燈你知道嗎 然後路上就一路上都有路燈 然後有個路燈比較亮是我我燒了三天 一般人燒一天就沒有油了我比較多所以一直燒一直燒這樣 就為主發光發熱這樣 還好不是那個時代的人 這樣子的君王的權勢卻被神使用來保護他的使徒保羅 所以我跟你說不用擔心無論你對於選舉有任何壓力 神完全仍舊掌權 OK OK好 所以呢神使用這麼大的兵力來幫助我們的使徒保羅 來保護他 當使徒保羅心思意念改變 我承認我不應該耶穌撒冷 對不起那一刻開始一切都改變了 好 弟兄姐妹聽完今天的分享 再來我想邀請你做一個禱告 邀請耶穌住在你的心裡 這是完全沒有任何要求 是白白的禮物 所以如果你願意的話 請閉上你的眼睛 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 得到這個美好的祝福 好 要開始囉 請把眼睛閉上 我說一句 你跟我說一句 親愛的耶穌 親愛的耶穌 我邀請你 我邀請你 住到我的心裡 住到我的心裡 來祝福我 來祝福我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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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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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今天開始 從今天開始 我不再一樣 我不再一樣 我進入蒙福的人生 我進入蒙福的人生 我要看見美好 我要看見美好 看見豐盛 看見豐盛 看見榮耀 看見榮耀 親愛的聖靈 親愛的聖靈 請你現在來充滿我 請你現在來充滿我 來引導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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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我精力超自然 使我精力超自然 親愛的阿爸天父 親愛的阿爸天父 謝謝你帶我回家 謝謝你帶我回家 我现在是有家的人 是有后盾的人 是有背景的人 我是神的儿女 这样祷告 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